用这个Java把它写出来 然后呢,逐步的慢慢再把它改成那个 Enjoy的这个App 不过在改Enjoy App上面 当然还会有一些细节部分 比如说写出来的东西 在画面上面看到之外 其实现在主要的需求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输出的话 会是在那个就是Console的环境 就是有点像在DOS底下显示出来 那目前当然慢慢的 大家已经不用DOS了 所以要怎么样把它变成视窗的环境 那这部分呢,也用的会比较多一些些 那最后的话,再如何把这个结果 转换成为那个Enjoy的App 那其实Java跟Enjoy之间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最后完成的 这个程式嘛 我们来看,让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磁形 那磁形之后的话呢 我可以把这个结果怎么秀出来 就是这样 第一到特别号 一到特别号 那里面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果 这边有一个 3的话,要把它秀 03 那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做出这样的程式 首先的话,你要先建立一个class 一个类别 我如果要宣告一个正列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以往,以往就是宣告一个变数 结果之后的话呢 就会有个7个空间 分别让我存放 7个,7个数字 基本上 它的基本规则 Java里面的基本规则 第一个 它有三个